同样的白衬衫牛仔裤 为什么你穿跟时装金穿 显得风格质感完全不一样呢 你和它们之间可能只差了配饰 今天就来说说 配饰搭配的一些小心金 和你的衣服形成一个冲突感 比如说如果你非常喜欢简约的衣服呢 那么你就可以尝试一些夸张一点的 比如说复古的珍珠项链搭配T恤衣 基本款毛衣加大耳环 衬衫加大金链子 这些不同风格的单品搭配在一起 往往会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人人都应该拥有一件金色的首饰 因为它非常的适合亚洲人 可以让皮肤显得更白 它可以点亮你的整个秋冬 让很多衣服都显得更有质感 让首饰成为个人风格的标志 很经典的比如说戴安娜王妃 只要一想到它 你就会想到它戴的各种珍珠项链 因为它已经成为它的风格之一了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很多嘻哈歌手 他们都会戴大银链子 大金链子 那比如说我自己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简约的基础款的衣服 所以我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戴各种夸张的大耳环 哪里好看戴哪里 如果你的锁骨特别好看 那你就戴锁骨链 让大家注意到它 如果你的手特别好看呢 你就可以多戴一些戒指 如果你的耳朵 耳朵不用特别好看也可以戴夸张的 如果你的脚踝特别好看 那你也可以戴销链 首饰不宜贪多 不要戴一整套 张奈儿女士曾经说过 当你出门前照一下镜子 拿下身上的其中一个首饰 这句话对我真的非常的有用 也希望能够帮到你们 今天关于首饰的搭配法则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 关于我的日常首饰的分享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点赞转发让我看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